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ll for van 客货车 全新叫车app 操作简单方便 全面提升客户体验 无论是送货 文件 家事 宠物 露营 旅行 shopping 追星 轮椅 单车 cosplay 无论是长途短途 找call for van 好司机 留住好客人 call for van 鼓励司机服务好些 有礼貌些 有口碑好些 车厢干净些 油脆腻些 客人上车坐都坐得舒服些 找call for van 叫车 全程真人客服 助理舒适出行 安心又放心 立即scan qrcode download app 落单或者打27744444 call for van 27744444 叫车啦 这个是Basic经济圈 call for van 大家一定支持 如果你们有需要用车的话 其实一代二代 我不知道 你们回大陆买完东西 现在都静光了 什么东西超市 那些叫什么 Costco? 不是 大陆在Costco 还有什么山牧 很厉害的 都静光了 买完东西 你就可以call for van 叫他在罗马州等 够你们 你们一代二代 很多货 对不对 Anyway 大家继续支持 这些不同的香港还可以在此努力耕耘的朋友 香港这个形势不简单 好 这一节应该是早两天开始 有一个叫做邓家闻 今年43岁 如果今年43岁 四年前是39岁 是最新被告的元朗721的白衣人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他陆陆续续不断在告别人 他不想知道为什么 突然又有一个白衣人 又有一个白衣人 那些暴动人也是 突然一几年他又告过 好了 这个呢 主要是昨天他们过堂的时候 主要是控方播出一些片 辩方基本上不承认 不承认是他 辩方也表明 如果法庭接受的是他 他会传召他姐姐出庭作证 提供不在场证据 我又不明白家人 怎样提供不在场证据 那报时才算 说实际 我无论这个政府怎样做 作为公义的立场 包括你是 黄也好 蓝也好 黑也好 其实我当时 43岁的所谓 艦地 停车场 冬主邓家闻 很悲哀 对 到尾尾 我不知道有没有打人 有也好 没有也好 为什么 包括现在很多 你说Mr.西瓜 Watermallow 幾年 他都很愁愁 我不是说我们这些黄尸 于是乎我们就觉得他们这些对家都要受 而是说法律的公正 究竟是什么事 老实说 你拍了影片 播了影片 他扔木棍 扔灯 你和黑衣人吵 其实这个控方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段新闻 他在控方陈述这个案情 控方是告白衣人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带动到好像是 黑衣人和白衣人互相口角 后来的移动没有那种 即使在这一个 黑白衣人的案件里面 他也是有这么大的 但是跟我们的认知就真的很不同 我们的认知就是无差别 白衣人 打人 他的厨师 放冬回来 咬到整个胃脊 那个没有跟他吵的 没有挑衅他 是不是 所谓现在你说跟他吵 可能是还口 或者在外面进来 喝停 不要啊 老实说 我真的见不到什么 好 好了 控方就说 喂 在2019年7月21日 接近午夜时分 开案陈迟 有20名穿着白色上衣 手持木棍和藤条的人士 在英龙为聚集 同一时间 也都有40名人士 在相同地点聚集 大部分穿着黑色上衣 也有些记者 你只是看看这个开案陈迟 这可能是当时的事实 是 但是一开案 他就说 2019年7月21日 晚上 接近午夜时分 你不说 2019年7月21日 旁晚黄昏时分的事情 那些事情 OK 好了 7月22日凌晨大约 凌晨至3点05分 更加多白衣人聚集 人数多达40人 当中包括被告 他当时穿着白色T恤 有Levi's的标志 没有戴口罩 背着一个印有VLPN的黑色袋 跟着白衣人和黑衣人之间 发生肢体冲突 期间白衣人指马黑衣人一方 控方说 后来双方冲突加剧 演变成暴力 被告撿起一个地盘灯 扔向黑衣人一方 部份黑衣人跑向元朗站 被告连同其他白衣人 追趕他们去元朗站J出口 控方说 被告撿起一棍 向黑衣人一方投扔 其后 留在J出口 和其他白衣人聚集在一起 对次期间 被告拿着藤条 白衣人在J出口大堂 襲击约30名黑衣人 被告和其他白衣人逗留到 令时16分才离开 警方后来 几乎公开影片和一张新闻照片 锁定被告身份 在2021年9月26日 警方拘捕被告 在警界下被告保持针文 对 老实说 只是说这段新闻 我是发工很怀疑的 还有20多 你说接过30名 29个白衣人 被其他人全部锁不定身份 为何会这样 第二 2021年9月拘捕他 已经是有个基本的东西 又是锁定身份 都是这些材料 没有很多材料 那为何要三年才上庭 我现在为白衣人古与夫 好乱不行 他这几年 你可不可以 好像毛间地獄 等你来享受 当然 你说这些情况 其实对不同阵营的朋友 都是 为何会这样 如果这样做案 要做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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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留片 老实说 如果到时判他 三年四年五年 我真的替他 好乱不适 几乱才逃 让我一早去投案 如果你有做过 跑马甩甩甩甩甩 好了 老实说 721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之前我都觉得 历史又什么什么 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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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玉柱又那样 说得这么偉大 你看看 说着说着 以前的人都不够胆 我说香港人 我说四五六七十十 那些香港人 以前都不够胆 到了这三五七年 就够胆 六四没有死人 应该 沙石 之前 九一九二年 不够胆说 就算多一批 你知道我再多几年 我真的很恐怕 历史也是这么重演 好了 周凯旋向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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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學議會和政府中學校長會的支持和意見 就是幫手他們 上述涉及了一千六百多名女學生的預期申請 他們一樣接納 他們說我真的很想知道 哪三十四間中學負責任的校長和老師 這麼想拔舟 即是不跟自己的事 還是有時我特別是看這個01 他們說這段新聞 《周開傳基金會》下面很多人吵 有什麼蟑螂婆 裝什麼東西 捐錢 吵你了沒有是 你找回那些偉大的 吵你了沒有是 人們先捐錢 吵你了沒有是 你願意出心出力幫那些人 吵你了沒有是 你從什麼東西 我真不明白的 真是癡癢善 吵你了 我純粹政經不同 就要表達人 又說捐錢又捐得少 吵你了沒有要捐多少 你有沒有捐 你沒有捐 吵你了沒有是 真是立忍殺到吵你了沒有是 吵你了好像上次李嘉誠弄兩部那些 什麼急氣五一筆暴製乾癌 艷乾癌 艷乾癌的那個東西 吵你了 吵你了沒有幾千億 身家鑽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遲些 哪裏都有 吵你了 你講這些 吵你了 他又用謎日本的日文水枝誘惑 原來回到古代 他又寫得不夠幽默的 但是其實一講這些 真的會令到別人的想法 為什麼呢 在大埔科學院 噴水池出現了一名阿姐 我先用阿姐來形容 吵你了好不好 拿一個洗衣板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是洗衣板 即是一塊板一條條板 他還沒夠 很久沒見 在那裏洗衣 不要緊 那裏還沒夠 他還拿著一條棍 為什麼呢 要搏一些衣服 哇 即是古代 我們看 你有沒有 喂 即是 不是啊 為什麼作者會用這些文字呢 因為他一講這些 我們很容易會想起 我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為什麼呢 我真的見過 我們小時候 真的還有人敢搏 即是這樣搏的 有 因為為什麼呢 在河邊 不是河邊 那時候我們什麼 四小時供水我都沒經歷過 但我也有經歷過濟水 還有什麼城寨 於是有些人 譬如濟水時間 喂 你要這樣拿 他在井口附近 隔壁 有些水池開幾個小時 真的在那裏 這樣就沒有河 你去歷史區 在那裏 阿姐 我媽媽 我這麼好 就在那裏擦衣 我就沒什麼見過 他們找那棍棍 但是找手擦 拆 是有的 那棍棍棍 看電視 好了 那你問 他為什麼會用什麼呢 他又怎麼寫呢 他說 疾風球過後的周日 樹影婆娑的池邊 清澈潔底的池水 天真無色的笑容 最適合洗衣 他為什麼會用水池誘惑的呢 他講來講去 當然是看日本老咸 或者我們唐人的老咸 譬如那時的阿菇 阿姐穿著那些什麼呢 是否叫小鳳梓 我不知道是薄的 雞翼咒的當夜 喂 但是我給河邊的那個城蚊 穿古在那裏洗衣服 在那裏洗衣服 於是你洗衣服時頭髮都亂 又熱 太陽曬了 有些汗 有些水又弄濕了自己 那天城蚊 在那些樹底 你看到隔壁村 嘩 你看隔壁村 阿閃褲真的很冷靜 別人的身體比你大 不是的 他一樣有些傘傘傘傘傘 嘩 隔壁底帽 想吐隔壁底帽 拔隔壁底帽來 嘩你這樣 真的很冷衝動 若隱若然 嘩你 於是這個作者 他見到這樣 都很奇怪 好了 目擊者就說 首先 這件事真的奇怪 如果你在噴水池隔壁洗衣服 奇怪 噴水池水都不見得乾淨 好了 有個洗衣板 還有一個棍子 有沒有洗腳 這裏我沒有說 目擊者就說 他說這個女人大概四十多歲 穿著一件功服的 旁邊有一塊兩尺半的木製洗衣板 還有洗衣粉 嘩 還有洗衣粉 他洗到噴水池很多泡 當時我很驚訝 馬上通知管理員 管理員出來就跟女人說 喂 阿姐這裏不可以洗衣服 那女人就很奇怪地跟她說 我是洗衣板第一次買的 今天也是第一次來這裏洗衣服 我不知道 不能洗的嗎 真是很奇怪 有沒有老啊 阿姐四十多歲了 大媽說自稱初犯不懂規矩 他說現在才知道 但為何專門買洗衣板 其實洗衣服 我想說 難道現在真的香港環境差到 連去那些快速洗衣服的 不是那些十五分鐘 是呀 有些很多 自在那些 他說質令人廢解 他說 後來這個女士很不高興 又是後續的 他說覺得這班人投訴她這件事是不對的 覺得我們好像歧視她 然後進入了地盤 那我懷疑她是否地盤工人 這個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是地盤工人 經常在這裏出入 知道外面有個水池 那些衣服用來洗衣服 於是主要買衣服 這樣就解得通 是不是外勞 有機會的 我猜也是 很大機會的 好了 但是你說真的 現在叫我買洗衣服 那可以買啊 那個洗衣服在哪裡買 不是 應該是山貨店有的 但是現在山貨店都不太多 你看日本城那些都解釋了 什麼萬風家居 是吧 好了 他說 他說 其實那件事都沒有什麼 他就不好 歧視 不過那一段太誇張的 他說工人覺得自己有問題 就覺得別人是歧視他 可能他新來的 但是不要說是否上來 就算在上面 有多少人會用 你倆有沒有在洗衣板 找到棍尾 洗衣呢 還會多些衣服 如果你說他八幾歲 我都說四十幾歲 要指定他 今年 八十幾歲都懂得用 製衣機 是吧 我們先看一張照片 我找到一張照片 這個四十幾不一樣 不像啊 很難說 這個呢 三十幾一定不會 是可以的 如果他不打扮 做操工 他可以是四十幾至六十幾 他又不像六十幾 六十幾 六十幾 即是尺寸很大的 到底你有沒有 AXE 到底有沒有 各位看看 他左手拿著那塊 站在那裡 就是偉大的洗衣板 不用白貓洗衣服 對 到底用白貓就很多 但是他說有滑棍 滑棍在哪裏呢 他沒有手拿的 到底有沒有 真的好誇張 如果你們想到在這裏洗衣服 休息一會